接下来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如果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你可能遇到这两个情况 首先就是要停车的时候 很多人会停在这个市立的停车场 不过却发现 怎么应该是收平日的价格 却收到假日的价格呢 现在就有民众爆料说 台北市陈德路附近的路边停车场 平常应该是每小时40块钱 不过现场却收了50块钱 等于是收到了假日的费用 现在民众也痛骂说 台北市政府该不会是A这个停车费的小钱吧 不过现在停管处也表示呢 其实是收费员的操作熟失 这个停车场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采停车格 即时收费40块钱 不过呢收费员却误收了6 50块钱 也就是这个周六的费率哦 现在也要主动来退费了 那目前呢也要清查这个全台北市呢 有500多台的掌上型数位开单机 就怕再有出错问题